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颖排队人潮 光是周六午餐时间 营业额破15万元 新式日式潮州各式料理 还能限点线座 其实凭大空间 一次只开房20人 加上员工 维持室内上限30人 趁疫情趋缓 民众闷快出门 但防疫还是得确实 不能有破口 店家铁门拉下 整条街道空荡荡 好几家小池摊全部歇业 这里是南投竹山紫南宫 著名的发财经重症 疫情升上三级警戒后 就禁止入庙参拜 周边店家苦不堪言 问到7月12号有望解封 两个多月入不敷出 员工通通放无薪假 店家只能咬牙苦撑 不过店家多数认为 不急着解封 人潮骤降胜不到一成 不过还是有人来借发财经 因为借还发财经的地方 在庙旁的办公室 不过金额和往年相比 也落千丈 主委表示 虽然人潮落差大 但紫南宫营运不受影响 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 尽快度过疫情难关 周末好天气 不少人在家闷太久 真的坐不住 新北相比岩景点 有限人潮 好几名调客坐在岩石海调 旁边还有游客开心拍照 镜头拉到最右边 妈妈带着孩子也跑来关海 都忘了现在还是三级警戒 再来到新北归后 渔夫市集 停车场全部停满满 虾宅的市场也急满人 管委会只能紧急挂上孩子 控管人流 在宜兰大溪浴港从停车场就能看到 长长人龙要准备进入渔市 市场内摊商大声叫卖 民众在狭窄的走道挤来挤去 低头挑选晚餐的食材 等一桌没做好分流 这样可能也造成几句 无论南北真的都门快 高雄鹅阿寮渔市 民众也是停留大太阳排队入场 渔客在入口派出红外现遗迹 把市场人数严格控制在120人以内 疫情稍微趋缓 各地都能听到希望没解封 放宽一些限制 有人支持也有人很担心 三级警戒维持一个多月 不少人都受不了了 抓紧时间一家大小 请你们担心 到底能不能为解封 还是得看十二号过后 中央如何决定 好朋友欢迎这段新教会来朋友 随教室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 何伯文先生 大家好大家好 再来介绍的是 新旺医院的副院长洪子仁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的 林应然理事长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关了这么久 其实大家心情都是蛮郁闷的了 那个夜市的微解封 因为全台除了新北桃源新竹之外 其实今天这个全台各地案例都是零 开始有些人出来要吹头了 有感觉到这种氛围吗 对没错 不要说夜市 连我们很有名的登山界的天时的眼泪 嘉明湖都因为下雨下的不少 然后他的身材恢复 以前的身材非常漂亮 都有很多山友打算冲过去了 所以事实上 那么全国各地的夜市 那很休整了一个多月以后 因为都没有营业没有收入等等 大家都开始 那么会慢慢恢复营业 像台东的正气路的观光夜市 四维路的传统夜市 那么副业 不过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虽然是副业了 但是比较娱乐性性质的摊位 占不开放 什么叫娱乐性性质的 比如说套藤圈 丢东西 我们小朋友在那边套藤圈 这样的一个娱乐性避免群聚 然后大部分都是买了以后 那你买了以后 一定都一律外带 因为还是一样不可以内用 但是不准边走边吃 这个点很重要 如果你边走边吃的话 势必把口罩拿掉 在拿掉的过程当中 可能不小心 又造成了飞沫的传染等等 那除此之外 像高雄有18处的夜市 现在还有11处的夜市 还是维持这个自主的停业中 最有名的瑞丰夜市 左营夜市 美农 奇山夜市等等 陆陆续续开张 但是当然一开始的时候 声音也是没有那么好 毕竟出来 那么逛街买东西的人 没有那么多 那么像台北宁夏夜市的 这个韦解峰 就是那一天台北市长 柯文哲说 你们这些领薪水的人 不知道人家这个等于说 夜市要做他有赚钱 然后在那边哽咽的 那个事情 那民众看法有两极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说 你这样如果再忍一忍的话 忍到7月12号会不会好一点 因为毕竟双北现在还是重灾区 台北今天确诊人数 还是新北的两倍 那甚至于还有一些 你不是被居家隔离的确诊者 可能还有一些确诊者 外面爬爬灶 所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但是有老字号的一家 葱油饼的业者就说 可是我一个多月没有摆摊 我生计会有困难 所以一定要小心 不过我个人比较不了解的是 台北市长柯文哲规定 夜市只能有四分之一的摊位 那这四分之一是怎么选出来的 是中央爱吗 还是轮流牌吗 这我不知道 但是你就知道 那么很多夜市的这个 等于说生意会受到影响 那至于受到影响 我个人认为在台北市 受到最大冲击的是士林夜市 为什么呢 士林夜市其实未必跟 所谓的微解封 有很重要的这个关系 士林夜市最主要是 过去有一段时间太过依赖路客 所以太过依赖路客了以后 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什么水果摊位 把这个价格弄得太高等等了 那么痛宰人家 这种负面新闻出来 那时候就已经影响过了 也造成生意一落千丈 那么你之前 还没有发生疫情的时候 我去那边就看到最多的一个字 叫做租 租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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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店是史上最強空碼飯對不對 在那個地方很有名 很多人都喜歡到那邊去 台大醫院的很多人都會到那邊去吃 很可惜的 他可能也等不到7月12號 為什麼呢 他在7月2號的時候正式收攤 那整個南洋街 因為那麼學校停課 所以很多補習班 他不能勤聚嘛 所以補習班也停課等等 所以南洋街靠補習班的學生 如果沒有補習班的學生以後 其實他們是渡小月 像當地很有名開44年的 這個油豆腐的這個戲粉 那老闆那個油豆腐也賣很久了 但是賣多少算多少 因為有賣才有錢 所以賺很少等等 另外北車有一個地方 是在火車站比較靠中山北路附近 那麼有一些賣印尼的 印尼的飲食 越南的飲食 他們也受到嚴重的影響 所以兩家已經收了 還有六家在苦苦的撐 但是到底能夠撐多久 也不知道 所以712到底能不能解封 其實對於很多的這個民生 小攤來說 這個是生活上蠻重要的 515撐到現在 也要快要兩個月了 但是關鍵就是環南這一把火 能不能夠即時的打住 我們看到必勝團隊再次出發 能不能在這712之前 環南市場疫情控制住 不知道副院長您的看法 事實上我們只要切斷一個傳播鏈的話 就可以讓我們這整個的 一個這次的疫情在解封後的安全度更提高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你這個疫情要完全到清零的程度 其實是不太容易 但是起碼我們每發現一個傳播 就像昨天41個 昨天41個 另外一個意涵是在哪裡 如果說這41個 都是屬於已經感染一段時間 只是說現在CT值比較高 被我們驗出來 那到大家擔心的程度還不會那麼高 但是大家要去看昨天的重點是在哪 是他的這個CT值小於20的 換言之小於20 就是他病毒含量還很高 甚至是感染初期的 有將近四成的人是屬於這種case 超16位 這才是令我們 就是說我們這些專家 從這個角度一看 會令人擔心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不曉得說 除了在這個環南市場以外 整個台北市 類似像環南市場這種人 比較密集聚集的一些市場啊 場所到底有沒有類似的這些情況 所以我是覺得說 現在在整個這個塞 在整個清盤的一個過程中 除了針對北農的這些 主要的市場以外 針對傳統市場裡面 如果有比較人口 就是說人潮密集的一些市場 沒辦法保持好距離的 比較密空間比較密閉的 我覺得應該都可以 透過這個快塞隊去快塞 那些市場做一個抽測也好 這樣我們才能讓市民比較安心說 如果你抽測幾個市場 PCR下去都幾乎沒有發現個案 也至少能夠說服我們說 只要把環南市場這個案例處理完以後 我們712的解封 那就比較沒有問題 否則的話 我們很擔心是說 環南市場這個案例處理完以後 會不會哪天又跑出 另外一個什麼樣的市場 或什麼樣的人口聚集的地方 有類似的情況 我想這是我們中央 以及地方的前進指揮所 現在進駐環南市場 應該要特別注意的 尤其是說 其實我覺得今天的整個指標來看起來 你看今天我覺得最重要一個訊息是什麼 是之前大家一直在問說 712能不能解封 大家注意看 今天我們除了雙北以外 外縣市只有兩個地方有確診者 這是我們這時 將近半個月以來 最低的一次就是說 除了雙北就是流行區 流行區以外的地方剩兩個縣市 而且一個兩個一個 就只有一個已經收斂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雙北的確診者能夠再降低到十人次以下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的這個解封 我們當然就會變得更有把握 那另外就是說 今天的這個指標裡面 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我們的整個已經康復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一萬三千多個人對不對 但是今天的指標已經來到有多少 有77%的人都已經康復出院了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迅疾 尤其相對死亡率來講 康復率就是跟他是一個對稱的一個指標 我覺得這個指標也在朝對我們有利的方向在走 另外我們也連續的幾天 看到在全台灣的篩檢不變 這個人數沒有降低的情況下 陽性率已經下降到0.1到0.2 除了台北市那個以外 這兩天都已經在0.1到0.2 大家要知道我們高峰期的時候 全台灣篩檢起來一天陽性率有多少 你們知道嗎 差不多5% 現在已經到0.1到0.2 所以我想這些指標都告訴我們712 如果我們在就是說在中央指引 訂定好解封的規則的一個情況下 大家來全力配合 那我覺得712在配合這個案例的這些指標 都是朝好的方向在發展的時候 其實712的解封我覺得是很有機會 而且這個解封不是說 我們要解封就解封 不是我們是看科學證據 你會不會擔心解封之後 你會不會擔心解封 我覺得主持人這個問題是很好 但是我要跟民眾講一個觀念 我覺得這上帝算是蠻眷戀我們台灣人 為什麼 你不要忘了 我們去年的時候 如果是澳洲 英國跟美國 他們一解封以後 為什麼馬上有可能病例會在起 因為你放鬆社交距離以後 你當然病例會在起 可是對不起喔 那時候是沒有疫苗欸 可是我們今年 我們跟人家情境不一樣 所以我說上帝特別眷顧台灣人 就是說我們現在解封以後 我們有什麼 我們已經很多人 像一到六類齁 一到六類像我們醫護人員等等 這些平均起來 有60%的人都打完一劑了欸 這是真的 好多人都跟我說我們打到98%了 所以我想你看我們如果說 7月12號解封以後 已經有上百萬甚至兩百萬 像最近又開始每天密集在打疫苗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從現在開始到7月12號 能夠一天打20萬 那我們這十天又可以增加兩百萬的 這個已經施打的人數 那兩百萬就相當於全國 大概八到九的percent的覆蓋率嘛 所以你要知道是說 疫苗施打的覆蓋率越高 那就可以降低什麼 這個確診人數的這個比例嘛 國外的這個論文就有講嘛 我再講一遍就是說 每施打1%的居民的疫苗接種覆蓋率 可以降低確診個案數三到7%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腦海裡面都是一個畫面 我們這個COVID-19 真的是對全球影響太大了 你想想看大家一個人打兩針 那個針頭 那個針頭 很恐怖的環境浩劫 好 所以大家還是要勤戴口罩 口罩又是一個環境浩劫 無論如何臺北市一定要做好 臺北市就沒做好 使得心北無故 然後全台灣也跟著 現在大家在忍耐之中 那麼今天又有議員講了 臺北市有哪一些東西沒有做好 就是沒做好也沒關係 趕快改進就好了 結果臺北市的慣性做法 不知道是能力不好 還是喜歡說謊 最後總是急著攻擊 監督他的民意代表跟媒體 來看看這是北疫傳出 有疫情出來之後 傳出疫情的時間 叫五月二十七號 五月二十七號確診通報 確診通報之後 你如果聽信市政府的說法 是說我們六二八到六月 這個我們六五月二十八到六月十四號已經停工 消毒確診者隔離治療 聽起來好像是很標準的SOP 對不對 結果呢 事情沒辦法查查看 結果發現說的是一回事 做的又是一回事 這是這個北疫的公共工程 施工日志 填報日期是五月二十八號 市政府不是告訴我們說 五月十八號已經停工消毒了嗎 結果呢 當天進駐這麼多人 工程師二十三個人 技術工兩個人 五二八還是有七十七人進場施工 五二九 禮拜六 還是有五十六名工人進場施工 所以政府到底是控管的能力不好 還是這個喜歡說謊 就好像好心肝 這個疫苗到底是怎麼發出去的 我們不管誰打 我們要問的是誰決定發出去的 到現在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 問題究竟是出在哪裡呢 我們想請教一下林醫師 這個北疫四十個人染疫確診之後 出現這樣的狀況 說得跟錯完全是兩回事 北市府到底是不知情 還是故意說謊 那我相信像這種北疫大這種工人 都已經染疫了 還在這工作 這根本不是SOP 所以顯然這SOP是隨便他訂的 他根本嘴巴講SOP 事實上不是SOP 哪有一個SOP說染疫的繼續工作都沒有關係 如果今天這樣的話 那我們何必要管控呢 其實北農當初就是有說染疫 然後有匡列 匡列這些人是不是就不能來上班 對 隔離 結果偷換人 差很多 不管你會被匡列 所以我是 我覺得很多SOP SOP都嘴巴講的 你看嘛 你說好心肝事件 疫苗把它給一大堆給診所 不管這個醫療的注射順序也是SOP嗎 現在是真相查出來 還是不會啦 你是看過了 看不到啦 如果今天真的有真相的話 那些思議員就不用去 在那邊追追追了嘛 你看每天一報 他就是名單就不提供 然後那個黃山山副市長 還跟那個那個現在的 那個好心肝的董事長 許金川董事長 還在那邊講不通 到底是誰講誰認不認識 都還搞不清楚 你就可以想一些說 很多事情 其實真的沒有公開透明 其實公開透明是 其實是臺北市政府 剛開始第一任的時候 柯市長 他講說要公開透明了 他甚至說 誰來官說 誰來訪問都要登記 對不對 我們當時很欣賞 我這樣子很好啊 避免就私相收 避免一些一些案盤交易 但是後來 我覺得第一任跟第二任 我覺得判若允泥 我覺得兩任之間 其實你可以想一下 柯市長在第一任的時候 他贏了多少票 他贏了很多票 差很多第二任的時候 他怎樣 差一千多票 還為了這樣還重新計票 丁守中為了這個還重新計票 並真正好好的四點關閘門 不投票的話 應該他不是市長 你看他一任之間 損失了多少票 他不像過去的那個典型的市長 說為什麼準時上班的 為了攤商哏業 你沒有很感動 說到攤商 我就說 你想想看 我們那天就講了 你為什麼要開放什麼夜市 你先開放 臺北市最沒有開放的本錢 對不對 你今天疫情還有那麼多 何況有一件事我最難過的一件事 就是說你開放也就算了 你想想看 後來不是隔天 那一天又同時發現一個事件 一個攤患說 他隔壁的攤商確診 他卻沒有被匡列 他也沒有被隔離 也沒有被通知 也沒有被採檢 那你想想看 這樣的管控 你可以開放夜市嗎 然後企定去不住 所以後來為什麼北龍 忙著說好心肝不是我給的 所以後來你看 北龍事件衍生多少 你看環南市場 又一大堆案件出來了 不採檢都不知道啊 你如果不給他採檢 那你掩蓋是世界都太平 都沒有事情 所以顯然你就是沒有積極做 你今天如果好好積極做 你好好趕他管控 假設屏東好了 屏東如果第二台病毒經驗 他管控得很好 你說屏東要不要開放夜市 可以 因為他沒有新的疫情 對啊 屏東確診零了 今天 可是台北市是一直在年環爆 確診零了還沒有洗 其實他就先洗 你今天年環爆 你7月12號到底能不能解封 我看全國陪葬 那今天臺北打莫德納疫苗 有比較順暴啦 不錯啦 我覺得 有進步了啦 臺北市唯一一個德政 是什麼 他讓基層醫療院手去幫忙 施打疫苗 打得比較快 讓那些 那些長者不用跑得很遠 這個我們 我們不能說 他什麼事都不好 什麼事都糟糕 也不能這樣講 有些是我們要給他稍微包講 你也拜託全縣市 大家都也讓基層診所 是你本來沒有 現在讓你這麼說謝謝 他就是因為 我就說他因禍得福 他因為好心 他已經給他疫苗 他不好意思 不給診所疫苗 所以就這樣 其實家會的是這些老年人 他不用跑老遠去集中 那個那個那個集中 接打接打接種站 去在那邊排隊 家裡附近的診所 就可以接種 對啦 其實旁邊走幾步就到了嘛 好啦 本來這個確診冠軍 都是新北市 新天被臺北市操車 而且一下子操了一倍 今天這個我們 其實昨天 昨天我們那個冠軍儒主的 這個位置就讓給臺北市 而且今天是48對24 剛好超 剛好是一倍的這個一個數字 那我就在看就是說 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跟新北跟臺北 兩市市長的個性 有很大的不一樣 我坦白講 這個侯友宜跟柯文哲 兩個人 其實都有偶像包袱 都很重 兩個都是想選總統的人 那最重要的是 這個柯文哲 他是面子跟禮子都要 那侯友宜 他是面子要 他面子也是很要 但是他禮子 他知道自己做錯 他會慢慢去修正 這兩個差別很大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侯友宜記得那時候 這個剛一開始的時候 這萬華傳到板橋 那我們一直跟他講說 熱區 重災區趕快設快篩站 第一個他一聽到重災區 就不爽了 第二個他講到說 什麼我要設快篩站 那時候幾乎板橋 那是我們喊好幾天 他來設快篩站嘛 後來他覺得好像真的要設快篩站 不然的話壓不下去 於是他要面子嘛 所以他把名字改一下 改說那個不是叫重災區 那個叫熱區 然後那個叫什麼 社區機動快篩站 那個也不是什麼特別為了板橋 或怎麼樣 其實沒有機動是不是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在板橋 就是在那邊沒有機動是不是 所以說我就說 他面子還是要啊 拉不下臉 但是他禮子 他會慢慢修正 有要解決問題啦 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 例如說那個時候 我們一直跟他講你說防疫旅館 根本不夠隔離 那時候我為了跟他隔空吵了幾天 結果呢 他一方面他說 他要他的面子 但是呢 他趕快在淡水設一個集中檢疫站 然後呢 趕快去協調桃園啊 台中啊 南投 趕快那個根本沒辦法隔離的人 趕快送到這個 這些地方去 他趕快去跟中央拜託 然後進行一個協調 所以他會做這些事情 那可是你看柯文哲 就是柯文哲 就是說他可能 因為他是醫師 他覺得 我怎麼可能 我就是最專業的 還要聽什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所以你想想看喔 我們我們同樣喔 這個新北啊 家庭合作社 在前前幾天也傳出 這個有這個群聚感染狀況 結果呢 馬上就照著中央的指示 一塞二塞 我們七月二號已經第二次全面篩檢 而且這個家庭合作社是在泰山 可是泰山之外其實巴黎也有一個 泰山巴黎一起 一起做 通通篩檢 結果今天這個出來 就是可以讓大家安心 就是說快篩PCR624人接陰性 然後呢陰性 PCR陰性完之後 慢慢陸續又進行這個疫苗接種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就是照著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相關的SOP 就下去做 所以新北蔡其案也很多 你總有讓人口多密集啊 你講這個 你都沒拼起來耶 講到蔡其案 當時你記不記得侯友宜 他講說封城 你講封城 大家都趕快去採買 就造成很多的群聚感染嘛 我常常說面子也是拉不下來 可是後來呢 就是針對這個夜市 跟這個相關的這個市場 後來也是積極的 就是做分流管理 換句話講 包括像這次 這次的這個家庭合作社 第一時間 還有我在跟大家講 這個板橋大圓白 這其中一位貴姐 婆婆 公共婆婆也是 這個在環南市場 相關的一些病例 然後呢搞到大圓白 前兩天也是這個雞飛狗跳 後來也是第一時間 就按照中央給的那一套SOP 立刻下去做 現在這個相關的 這個可能的疫情 也都這個撲滅下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今天二十四例耶 不錯啦 開玩笑 今天台北市是四十八例耶 兩倍耶 不得了 我們屏東林 高雄林耶 但是我們還有努力的空間 等一下 但是這至少是往一個好的方向 真的 所以我說 你說政治人物 這個性格不同 相對的在處理疫情方面 也會有很大截然不同的狀況 我們副院長聽到弟弟舉手 不是不是 要補充什麼 我稍微補充一下 今天看到這個數字 我真的這個時候就要講說 侯市長他的做法 事實上我覺得他有一個特性 因為他自己可能不是醫師 但是我覺得他比較信任專家 所以呢他找了很多 台大公衛系的老師 當幕僚去給他一些建議 所以包含你看喔 他在這個疫情期間 他設了四十幾個篩檢站 甚至那個金山 他還特別有一次呢 就派人特別到金山去篩 那時候金山沒有案例 他還派快篩隊 篩檢隊去篩 所以我覺得侯市長他的特性就是說 他比較對專家的意見 他可以聽得進去 因為他覺得說 還是要信任專家 因為他的衛生局長 然後就是找台大公衛系 因為我們那個陳秀熙教授 常常來上節目 他也會請教他的意見 他也聽得進去 這些專家的一些意見 所以我認為說 防疫的過程中 我覺得大家應該 除了你市長本身來講的話 你也應該聽聽學者專家 給你的建議 好的建議跟看法 你應該要接納 但是說真的 柯市長真的 可能他覺得他醫生 什麼都會了 這一點我覺得 可能他要加油一下 其實有時候 聽聽我們公衛的人的 給他的建議 你不會害他的 你看阿中部長就是 面子給他顧得很招勻 十字盪差不多有接管 那個面子顧到怎麼樣 我們還有講說 是中央臺北聯合指揮中心 你知道嗎 不能夠只講中央指揮中心進駐 要中央臺北的聯合進駐駐 其實面子給他顧得很好 就給他面子沒關係 但事情解決 其實全臺灣都可以 給他鬆一口氣 但是他自己就覺得他是專家 他覺得我就是專家 所以而且他也發明很多圍毒 焦土 暴力士的 我後來發現他現在粉絲出了 柯粉就韓粉 他真的好厲害 他可以把他的粉絲寫到 全部都變韓粉了 今天不是那個林嘉欣 那個大韓粉 就來幫他講話嗎 這真正人物的變化 真的非常快 好 那但是我們有一些死老百姓 就說為什麼 申請補助的時 發現我很有錢 然後要買東西的時候 覺得自己很沒有錢 這種心情可不可以讓大家 趕快恢復正常上班 就可以回到原本的生活步調的肅清 是啊 到底紓困2.0 3.0 4.0 你選到了哪一種呢 很多人都沒有選到 這個時候才知道說 哎呀 養家活口的時候 知道自己太窮 紓困補助的時候 才知道自己蠻富有的 找工作的時候 覺得自己太老 打疫苗的時候 自己還年輕嘛 但是沒有關係 事實上除了之前的2.0 3.0 4.0之後 有些人可能也有申請了所謂勞工的紓困貸款 本來政府預計勞工紓困貸款 是要提供50萬件 沒想到大家申請非常踴躍 所以一直到6月19號 以前送件完成的117萬民眾 都有機會申請紓困貸款 有些人說怎麼辦 6月19號之前 我還是沒趕上紓困 而且我可能從來都沒有保固勞保 我沒有辦法申請怎麼辦呢 於是7月1號開始 政府又跟受賢業者聯手 就是說你可以申請叫做經濟弱勢保護的保護 保單借款優惠利率方案 如果你有急用的話 他們提供這個保單借款方案 前三年的利率很低 只有到1.28% 那雖然額度只有10萬塊 可是民眾還是覺得蠻受用的 上路第一天短短三個小時 有些人是各家保險公司都去借 還不是只有一家借 上路三個小時 就已經有1617件 總共就借出1億3千多萬元 想來大家說是真的很缺錢 不過有人說其實有人借錢是想說 你也是知道 現在不論是2.0還是3.0 還有一個最可以給你紓困的叫做股市 因為很妙 台灣的股市跟台灣的實際的市場 形成了兩個世界 其實不只是台灣的股市來到了新高點 美國的標普500 也是在最近頻頻創下新高 因為他們發現說 借了這個款1.28的利率 拿來股票炒一炒似乎也不錯 其實不是只有台灣人這樣想 美國人似乎也這麼做 因為你知道嗎 在新冠病毒2020期間 大家都想他們在家裡關了一整年 美國的經濟應該很衰退嘛 沒有除了標普500登上的新高之外 美國家庭在去年一年 他們的財富增加了13.5兆美元 很多的美國民眾在今年 還清了他們的信用卡 你以為說這應該只有富人才有這樣子 在家裡工作 在家裡炒股 沒有 他們發現沒有錯 多數的薪錢還是流向了有錢的人 所以七成的人 七成的這個新增的財富 流向了前五分之一的家庭 可是他們發現很有意思的是 某根大通說 他們去研究發現那些 相對比較弱勢的家族 他們的那個家庭支票的帳戶 存款也變高了 可能這是歷史來自於新高 那為什麼呢 他們這段時間有居家工作嗎 他們本來不是都要出去清潔工作幹嘛 不能工作怎麼會多錢呢 原來是因為 大家知道當時他們美國大撒幣 所以這些人他可以拿到紓困 他可以拿到失業的錢 他可以拿到失業的錢 反而幫助他還清了他們之前欠的債 讓他的存款史上新高 所以不論是有錢人的炒股 還是那個相對經濟比較不充裕的人 拿到了政府的補助 使得他們這一年來 跌破經濟學家的眼鏡 因為大家都知道金融海嘯期間 光是美國家庭的經濟損失高達8兆 現在他們逆勢成長13.5兆 不過他們現在逐漸要恢復正常工作了 正常工作之後他們就發現說 6月份他們的整個上工的人數也大爆發 已經超過 新投入的也超過85萬人了 接下來呢 可能大家陸續工作之後 就發現一個現象 順便台灣以後的業者會發生這項 然後台灣在美國有些年輕人 因為在家工作久了覺得 這還頂好的還可以順便炒炒股 然後順便在家工作很輕鬆 所以呢 反而你會發現這段期間 他們那個失業率啊 就是直缺在這裡 很多人去應徵 可是不一定去工作 因為他們會觀望 所以這一波 是不是未來台灣也會出現的 大家值得秩序觀察下去 好不過看看這個標題 我們會不會要面臨到的是 史上最猛的經濟成長 美國現在面臨的是 報復性的消費 美國人用的是什麼 台灣人有做什麼 提供什麼 如果您想要這一波 每一次都說 哇我都沒賺到過錢 這一波去思考一下 我們面臨這最猛經濟成長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麼 好 基層診所也很有話講 這個大概疫情來時 人都不敢去醫生對不對 人都不敢去診所 所以會不會有診所倒閉槽 有沒有可能 有啊 怎麼沒有可能 你們醫生平常不是賺很多 怎麼會說要倒閉 講到診所 我先練一個詩詞給你聽 你看千山兩飛結 萬峻仁宗昧 孤舟衰利翁 獨掉寒江雪 你就可以知道 基層診所 尤其是耳鼻喉哥小哥 我再跟你講 循循秘密 冷冷清清 七七產七七七 這個幾百年前 人家都已經預測到了 已經預測到 今年會流行這種 這種那個新冠肺炎 就早是這個診所倒閉槽一樣了 真的啦 你看那個 你看很多診所 一診看不到三四個病人 你像他怎麼活啊 所以我們 我現在覺得第一冰冰第二座醫生 現在不是這樣 我告訴你 這座醫生會剛打 我告訴你 真的是這樣 這個疫情真的衝擊 這個診所很大 所以他們很期待 七一二開始 可以大家慢慢走出來 這個疫情 去年的衝擊已經很大了 大概去年 大概在很多人 耳鼻喉哥診所 是掉了大概三四十percent的業績 為什麼 今年 因為去年 大家不敢看病啊 然後呢 大家都帶口罩洗手 病毒細菌都死了 對對對 病毒細菌都死了 去年流感的這個病毒率數少很多 病毒細菌是醫生的好朋友 但是沒辦法 沒有辦法 尤其是那個看 呼吸道感染的科 我不是說所有的科 因為有些科是逆勢成長的 精神科逆勢成長 為什麼 大家都為了這個疫情 睡不著啦 睡不著 繁老的很 所以精神科逆勢成長 皮膚科逆勢成長 洗手洗到手都爛了 嘴巴都戴口罩戴到失診了 他就看皮膚科了 但是呢 這個耳鼻喉哥 小耳科就完蛋了 內科其實也有影響 加一科也會有影響 那如果你是看著慢性病的科 比較不太受影響 因為你慢性 反正你固定來 你糖尿病又不會好 疫情怎麼樣 你還是要來拿藥 你不可能不治療 高血壓 高血脂 心臟病 他已經固定要來嘛 所以我們真的 真的是這個疫情 真的我跟你講 我都懷疑 今年的醫師的那個年考 到底醫學系 還是第一志願 連你都懷疑人生了 我真的 我要當當處置人比較好 我跟你講 你會看到 今年有一個人他寧願選瘦醫 不願意選醫師 對 你看他會什麼 看那個瘦醫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還有什麼家戶病房 急診室 還有什麼值班什麼的 然後還要需要那個的 而且看瘦醫還有智慧 都是智慧的 你知道一隻貓去看糖尿病 要多少錢嗎 五六千塊少說 都在智慧的 你說一隻貓 對 不變 貓也有糖尿病 你不知道而已 我的狗也有糖尿病 他每天給我打一倒數兩次 真的有 我有一個親戚 真的也是貓糖尿病 他去帶去看那個 給他看一看 總共八千塊 所以你覺得醫界會受到衝擊 會會會 一定會受到 醫師自己的 很多自己的醫師生命 自己的生命都不保 都有 你看他危險 你看家人都不敢跟他見面 醫生就是要給兒女子女繼續當醫生 以前很多醫生長輩 是不是重新思考 但是這個傳統 因為受到考驗 我跟你講 如果做兒子做女兒的 看到老爸這樣 看到老爸要泰啊 不要再再這樣去選醫生當 我覺得是有點懷疑 我說這樣 沒有 可是說真的 所有的人一輩子 還是要交幾個醫生朋友 比如說現在大家要強打 莫德納的時候 通訊錄打開 不知道醫生會幫我煮殘劑 這時候大家就是要去 巴結醫生 換個角度想 我再講一次 莫德納沒有多少殘劑 我跟你講 這時候是考驗友情 最好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支莫德納殘劑 如果他給你的話 他真的是你非常要好 很多好久 十幾年不見的朋友 都打電話來說 你有沒有用莫德納殘劑 剛剛那個 剛剛我們那個 上個小時的醫生 有特別跟我講 我們這個院長 他跟他說 我要澄清一下 美國來的這個莫德納 一瓶打不到十五個人 好不好 用一CC的抽 有時候只抽到十四人 是不是 是不是 沒錯 你們是很怕人家找你們 藥殘劑 你們現在都跟我們講說 打不到十五個啦 不叫何康啊 是不是這樣 對 因為今天剛好 那個記者在問我們這部分 後來我請我們 因為我們新光醫院 就是說這兩天在科教館開打 然後那個莫德納的話 事實上後來我們看了一下 大概可以抽到十四個人左右 因為他大概是 他招七點五七點三CC 我們同仁跟我報告 他七點三CC 七點三CC你是要用一CC 空針下去抽 可能還可以抽到十四個人 沒有問題 你要是用三CC的空針 他的消耗更大的時候 可能連第十四個人 都不見得可以打得到 所以十三劑到十四劑 所以今天指揮中心也有講 他說他們也了解這個情況 他們說十三劑到十四劑 都是在一個合理的範圍 那當然我想 今天這個莫德納的這個開打 事實上是昨天星期四開始 那我必須講 昨天的莫德納開打的第一天 確實以我們新光醫院在科教館 我們一天可以打 施打一千兩百六十個人 全部額滿 而且是在預約的第一天 七十二歲以上 全部都額滿 包含今天可以施打六百個人 也幾乎全部額滿 而且呢 出現的比就是說 爽約率不到兩% 幾乎都來了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是什麼 我們下星期一一樣 施打對象是七十二歲以上 也一樣有一千兩百六十個名額 可是下禮拜一的 只有兩百多個人來預約而已 所以我就是說 就是莫德納 就是都知莫德納 所以我要講的一個觀念 我這邊也是要講給市政府聽 就是說大家去思考一下 就是說我常常在講 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是人等疫苗 不是疫苗在等人 你下星期一 以我們新光醫院為例 我相信其他醫療機構 大概也都是這個狀況 就是說 明明莫德納 這個可以施打的量還這麼高 但是問題是 預約的人數 卻只有兩成到三成 為什麼 因為 可以打的人 他已經打得差不多 他可能沒有出來預約 那不能打的苦哈哈 一直在那邊等說 副院長什麼時候到六十九歲 什麼時候到六十八歲 結果呢 他現在市政府 他沒有開放給我們 預約這個啊 他沒有開放這個 他只有開放七十二歲以上 可以上那個系統 所以我才講說 市政府在這個施打的速度上 我剛才前一段也講 施打速度越快 覆蓋率越高 解封後 越能降低什麼 確診個案數嘛 那你看下星期 所以你說下星期幾開始 預約只有兩成 下星期一那天 就預約只有兩成 所以現在是要趕快開放到幾歲 所以我就是講說 這個就是我覺得 市政府在這件事情上 真的要有一點彈性 跟有一點滾動修正 而且你發現預約率不高 你就應該馬上跟 跟我們大家講說 請現在大家今天開始預約 七十歲以上可以上去 我告訴你 星期一馬上就額滿了 對 所以我就講說 預約率不高 不是說 預約率不高 請注意喔 不是說大家不打 不是的 是因為你現在現在七十二歲 所以有的人想打 沒辦法打 所以我就是 之前我就講 我們疫苗速度已經 比人家慢了 進來速度就慢了 你既然進來了 你用什麼樣的方式 最快能夠施打下去 不要再這樣 假裝更夜市啊 這個就是 趕快讓疫苗打下去 這就是縣市政府 責無旁貸的責任 不能讓疫苗等人 所以這點我想 我在這邊還是要提出來 你們基層真所 的預約狀況呢 我們都滿 我像我的真相都滿了啦 所以我們其實上 我們很多人 他今天在附近 會打完了 接種就很快 這個問題主要是七十二歲 已經預約滿了 沒有很多人沒有資格 沒有辦法預約 所以沒有辦法 才兩百個 像我們診所 一下都滿了 我們診所都滿掉了 所以不是問題 那個那個不是說 可是你們是只能預約七十二歲以上 不是沒有人要打 對 是那個年齡層沒有辦法 沒有資格 預約進去的問題 所以競速開放 是第一個呼籲 因為中央已經講很清楚 七月一日起施打 第七 第八 第六類還第幾類 六十五歲以上 就可以打了嘛 可是你現在預約系統 只能七十二歲以上 七十一點五歲 就是預約不進去 那個算年度算的 那年度算的 那年度算的 所以有時候 我是覺得是說 你很難接話吧 就是說 我是說 一口這樣做 沒有我是真的覺得 就是說很多事情 我們已經明明知道 我們的大方向要很清楚 就像市長 柯市長他也常講 施打速度要快 接種率要高 他如果知道了 他的手腳 也要跟他的行動 要配合才是 但是今天有一例 你會不會覺得 會影響到莫德納的施打 的慾望 應該是這樣講 事實上 我們在還沒有開放 這個莫德納施打之前 就可以預測到說 應該也會有 這樣的一個情形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到目前為止 我們台灣地區 施打這個疫苗以來 死亡的人數 不知道有沒有相關性 差不多有240位 那我算了一下 這個百分比 大概是百萬分之133 就是說 一百萬人 有133位 施打疫苗後死亡 這樣的樣子 那後來我翻了一下 國外的數字 事實上 美國的這個數字 他們是百萬分之147.8 就是說換言之 不管在台灣 在美國 在歐洲 施打疫苗後 的一段時間 的一個死亡 這一定都會有一個比例在 那看起來 台灣現在比例 我拿來跟美國比 並沒有特別的高 面對中國軍方 動作頻頻 英國金融時報 一數六名不具名人士 說法指出 美國和日本 為因應台海 可能爆發衝突 在美國前總統川普 執政最後一年 就開始秘密進行 聯合軍演 對此 美國國防部 證實消息 卻不願透露詳細內容 但台灣 在印太地區 地位不容小覷 美方將加強 政責力道 盟友日本一樣 不敢要以情形 日本駐馬尼拉大使館 也宣布 下週將和菲律賓空軍 首度舉行聯合軍演 確保解放軍勢力 不會越過台灣 在內的第一島鏈 其實在美國 數字其實比台灣相對 是高一些些 147.8 就是百萬分之147.8 美國並沒有打AZ 對 美國反而是輝瑞 他們就是打莫德納 莫德納跟 Fizer為主 對啊 所以我就要表達的是說 不管是AZ也好 莫德納也好 甚至Fizer 在歐洲 事實上歐洲 我們看到的狀況 當然那個背景值不一樣 但是所看到歐洲 其實三種疫苗 AZ 莫德納跟Fizer 死亡比例最高 就打完以後的死亡比例是輝瑞 並不是AZ 也不是莫德納 所以我想這裡面 當然有一些背景數字 譬如說 你如果說你這個Fizer 你都是打比較屬於高齡者 那當然這高齡的死亡率 可能會比較高 你如果說都打比較年輕的 那你當然你的背景的死亡率 可能會比較低 好 美國出現第一例 黨莫德納血栓的病例 有意義嗎 還是只是個案 我照理說 我不知道林醫師的看法 其實那個 那個跟免疫環有關 所以你看到發生這個血栓 通常都在差不多幾天到幾個禮拜 這時候就是我們產生抗體的時候 你產生抗體的時候 他有說在對抗那個疫苗的成分的時候 會不小心去對抗自己的血小板 對抗自己的 甚至心臟那些都可能的 然後在對抗的時候 就變成類似 自體免疫的那個疾病出來一樣 所以為什麼這些疾病都是 在差不多打完 差不多一兩個禮拜之後 最多是發生就是這樣 那時候就抗體在形成了嘛 所以打疫苗沒有沒有說完全沒有風險的 很多人來打針的時候都醫生 那打下去會不會怎樣 我說我不知道 我不會怎樣 我說我沒有辦法保證你不會怎樣 但是這個你打總是比不打好 我只能這樣講 我不能說我保證你這一陣打下去 完全沒有問題 那我完蛋了 如果你保證我怎麼辦 其實不只是臺灣期待要解封 世界各國關的比我們更久 關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之久 他們更期待解封 所以多數國家拿到疫苗護照 比如說打完兩劑的話 就可以通行無阻 甚至連這個泰國的普及島 專門賺光光彩的 你可以想像他們最近是多麼的苦哈哈 只要打過疫苗 也直接進入普及島 目前全世界等到經濟複助的狀況 素卿 大家一直在期待說7月12號之後 我們可以降級或我們可以為解封 可是好像有一點點 馬上就是被改衝到滿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 包括那個鬆雪樓 陽明山鬆雪樓 還有包括那個奧萬大 還包括那個 我們現在那個嘉明湖的向陽山屋 大家都已經開始想說 13號之後就全部都預約了 甚至你知道嗎 墾丁也是 墾丁他說 12號之後的很多民宿 旅社都已經有人去訂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就是再看看 就是台灣跟其他地方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的疫苗覆蓋率還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們目前還沒有達到像新加坡 他們說他們想要跟病毒共存 因為他們很多人都打了疫苗 所以他們想要恢復正常生活 以後甚至不會每天公佈確診 也不再做疫情調查 也不再可以叫你隔離 然後可以做大型活動 原因要把它當作流感 就把它當作一個一般的流感病毒來看待 但是前提是疫苗要打得夠 所以台灣民眾 在我們疫苗的施打率上來之前 大家還是稍微節制一下自己的活動 我相信我慢慢就能夠恢復日常生活 我想要再請問一下副院長 剛剛講到這個疫苗護照 台灣有一大批人 已經出去打疫苗了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打得到 打完兩劑再回來 還是要去防疫流感官兩個禮拜 現在是不是很多陳情 那您覺得該不該適度的解封 就是說我們先解封到比較2.5 2.8 稍微解封程度低一點 我們先觀察看看出事嗎 對不對 有沒有群聚現象 沒有了以後 過兩個禮拜 我們再把它往下一點 就慢慢的來處理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打完兩劑 是不是還要再關兩個禮拜 那個是應該要考慮 之前陳時中部長曾經講過 如果你打完兩劑疫苗 你驗了抗體 有抗體了 你驗了病毒 沒有病毒 應該不要再關兩個禮拜了 應該就直接開放進來了 所以這個是其實也要列入解封的一個觀察指標 就是說有些人你看嘛 很多人他都打了兩劑了 還要再關兩個禮拜 這個實在是不太有道理 說實在 現在國外 其實我有一個加拿大病人 他說你如果打兩劑了 去加拿大不用再關 直接就放心 另外一個國家其實也很可憐 為什麼呢 巴基斯坦的老百姓 為什麼 巴基斯坦老百姓有好幾萬人 他們會到什麼地方去打工 到國外去 那麼做相關的打工工作 到沙烏地阿拉伯 就沒想到沙烏地阿拉伯 規定的這個 你打了幾個國家的疫苗呢 那麼你打了以後就直接進來 結果因為他們打中國的科興 跟這個相關的國藥 不在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人說 這個免隔離的情況下 隔離的錢 三萬七千多塊台幣 是他們三個月的薪水啊 所以他們根本就付不起 付不起了以後再加上 他們又沒有辦法打其他國家的疫苗 所以使這些巴基斯坦人 現在出租後這個工作的人 陷入很悲慘的狀況